就在前天 中央遊行疫情指揮中心 正式宣布鬆綁防疫措施 我們進入了防疫新生活的階段 這表示臺灣的社會 逐漸可以回歸到正常的生活步調 有這樣的成績 要歸功於許多人的努力 比如臺灣的學術界在生物 醫藥 以及公衛領域長期累積 這次就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所以我要在這裡 要謝謝我們所有學術界的先進 在長期的努力 所累積下來的國家防疫能量 正式為了要表彰學術研究的貢獻 也為了肯定投入高等教育 跟技職教育的夥伴 今天 教育部舉辦了國家獎座主持人 國家產學大師獎 以及學術獎的聯合頒獎典禮 這個獎項再一次出現了 當學術研究結合專業技能 就能夠為產業界的研發和應用 帶來源源不絕的動能 產學合作 技術創新的重要性 是值得國家高度的肯定 在此 我要恭賀每一位獎項的得獎人 更要謝謝各位長期的付出 我認為臺灣學術實力跟教育品質 就是要把挑戰轉換成機遇 我們也期待透過政府 學術界和產業界的通力合作 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生 能夠站在前人的肩膀 看得更高 想得更遠 在更複雜的世界中 持續保持有競爭力 我要再次恭喜各位得獎人 也祝福未來能夠有更豐碩的成果 讓我們一起繼續帶動臺灣的進步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